所以一定會累齁 但是呢 繼續齁 這樣我有努力喔 好啦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1年的時候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 還記得剛剛什麼時候頒布憲法的 1945年 1945年頒布憲法 1941年就在打戰了 請問有沒有重疊 有齁 打仗的時候請問大家都在幹嘛 逃命 對吧 保命要緊嘛 我還管你現在變成誰的 是不是 這就是大家齁 在歷史記憶當中 比較薄弱的部分 為什麼你們會覺得 我們成為日本天皇的領土 這個記憶很薄弱 有沒有 41年就在打仗了啦 打仗的時候發生的事情齁 絕對是懵懵懂懂 不清不楚 這很淨雄耶 再加上什麼 1945年9月2號日本就戰敗了 我們是1945年的4月1號頒布的 9月2號投降 幾個月而已 四五個月而已耶 可是 你今天結婚的時候去護證事務所登記三分鐘 你的身份證旁邊就多了一個名字 對不對 他頒布造書也不用一分鐘啊 然後如果你要離婚的話 要不要再辦一次手續 要嘛齁 請問我們有再辦手續離婚嗎 沒有齁 所以 即使短短的只有幾個月的時間 但是你成為了日本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是成為了日本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一 可是這一天日本戰敗了 美國他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 所以他是主要的戰勝國 他有權分配日本的領土 奪恨日本 你偷襲我的珍珠港 我要把你五馬分屍 會這樣有權嗎 同盟國盟軍最高統帥 翻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將日本五馬分屍 為什麼要把五馬分屍 我怕你日本的帝國主義再次崛起 所以我要把你五馬分屍 北方四島由俄羅斯 代理佔領 韓國獨島 日本由美國親自佔領 琉球聯合國托管 台灣跟澎湖 蔣介石集團代理佔領 為什麼要交給蔣介石 為什麼 美國呢 他很單純 他就想說華人或許會善待華人 語言吧 比較好溝通吧 也沒別的人可以派啦 反正應該還可以吧 結果 發生了什麼 人生的歷史慘案 台灣的歷史的慘案 1945年10月25 交戰國佔領日 蔣介石集團來台 在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前兩個月 台灣是沒有政府的狀態 台灣沒有政府的狀態 請問會不會動亂 要不要趁這個時候搶劫全聯還是Seven 要不要 要吧 對不對 逃命要緊 兩個月台灣沒有政府的狀態 可是你們能夠相信嗎 台灣兩個月沒有政府 竟然沒有發生任何的動亂 剛剛有沒有看到一群學生跪著在讀書 培養了什麼 武士道精神 成立了自衛隊 兩個月的期間 自我管理的非常良好 一片和樂安詳 等待回歸 所謂的什麼 祖國的懷抱 誰是祖國 日本天皇 我們沒有什麼大清國 沒有什麼中國是我們的祖國 剛剛就有講了 212年他也只是個外來的佔領者而已 但是搞不清楚狀況為什麼 台灣人就是這樣 日本是不是戰敗 中國那個時候蔣介石集團 他們是屬於跟美國是同一陣線的 他是不是打贏了 那如果這個時候我問你 你要做戰敗國還是戰勝國 你要怎麼選 我當然也要做戰勝國 為什麼要做戰敗國 以為自己不要做戰敗國 這樣會過得比較好 結果呢 結果1946年1月12號 將台灣人民集體強迫規劃為 中華民國國籍 以一道行政命令 讓你們現在手上每個人 手上打拿的那一張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強迫將你們的國籍規劃為他的人民 為什麼 他們來到台灣啊 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時候 是什麼光景 600多萬的人口 台灣就這樣小小一個 地廣人稀物產豐饒 一年山收建設又好 水庫都世界第三大 有夠喔 他們是怎麼來的 穿草仔蝦破麵謠 然後來到台灣 他們的水準在哪裡 你們知道嗎 水地土壇還小事 我告訴你當兵的 他還去那個雜貨店 老闆我幫你買一個水龍頭 我回去買裝自來水用耶 回去之後要怎麼倒 牆壁齁挖一個洞有沒有 然後把那水龍頭插進去轉 怎麼沒有水 怎麼沒水 然後水龍頭拔下來 又回去罵那個老闆娘說 你買我的東西是壞掉的 怎麼沒水 連自來水都不知道怎麼來的 這樣的文化素養 要來控管當時的台灣的人民 你們覺得 有可能嗎 欸那個是絕對 不抗戰到底 不可能的事情對不對 這樣台灣的高素養的文化 被這樣落後的人統治 只有慘劇而已 把不把台灣齁 讚為己有 怎麼對得起他自己 把你們全部移到行政命令 規劃為他的人民 有沒有這樣你們看那一張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後面的條碼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吧 那個透明的那個嗎 有啦 欸 是頒獎師講的課會上 叫你們摸那個 你們身份證後面的那個 右上角後面 有沒有 蛤 不是 你們 身份證 後面 右上面 有沒有 你去摸他 他有一個 透明的那個 按碼 摸摸看 有沒有 看不到的 那有沒有 請問什麼東西是不能公開的 為什麼要做透明的按碼 還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個按碼要幹嘛 為什麼 背後齁 身份證的背後 有沒有 有一個 右上角 右上方 你摸 有一個透明的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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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的那個 有沒有 為什麼 什麼作用 有計畫性的 將本土台灣人排除在公家機關之外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自己每個人的身份都被做記號 還沒有 還沒有 他為了要分辨 你是他的人民 還是你是本土台灣人 這樣 考試的時候 加分就不會加錯人 有貴婚嗎 還不止耶 集體幫你 規劃為中國 民國人民之後 你說以台灣當時的人文素養 有沒有人知道這麼可怕的事情 非法的事情 有 1947年2月28 台灣人民黑暗歷史的開端 228屠殺事件 我跟大家講齁 我剛有講到我是一個政治能感的人 對不對 原本 來到台灣民政府 我每一次講初級班的時候 只要講到這個地方 我跟大家說 不騙你們 我的心臟齁 都會 砰砰砰 跳得很厲害 我以前啊 228對我來講 他就是書上的 一個歷史事件 我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可是當我進來台灣民政府之後 我去研究之後 我才知道 原來 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我們培養了 兩萬到三萬的精英 老師 醫生 律師 博士 碩士 這一些兩萬到三萬的精英 他可以組成一個堅強的內閣 堅強的政府 議會 他主理領導 本土台灣人 這樣的精英 228的時候 全部被屠殺 剛剛你們看到的沈沈坡 記得嗎 他出車站的時候 雙手合掌 鐵絲從手掌中間穿過去 跪在地上 砰 直接就地槍決 有沒有原因 沒有耶 這樣屠殺 我們的精英耶 之後 再進入世界上 歷史上最長的 長達38年又56天的白色恐怖 戒嚴時期 大家都知道吧 38年又56天 足以將在場的每一位人 都洗腦成功吧 你如果敢再講一句話 晚上你就不去啊 這樣的本土台灣人 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走到現在 中華民國還敢說台灣是他的 有沒有覺得很過分 我講每次只要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很難過 以前 你沒有使命感的時候 你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可是 現在不同 當你真的想要為台灣人做事情的時候 你會有這樣心痛的感覺 原來我們當時這樣的精英 不用像現在這麼辛苦再去培養 我們早就可以有自己的 本土台灣人的政府 這些精英早就可以組成一個堅強的政府 就這樣被殘忍的屠殺 然後呢 1949年6月15號 4萬塊換一塊 知道這是什麼嗎 公然搶奪 人民的財產 大地主變小地主 375減租 我以為 當時啦 我讀了這段歷史之後 我跟我弟弟講 我弟弟很聰明 抬大聲 這樣有夠嗎 有夠齁 我告訴他 講到這一段的時候 他告訴我 因為你當時台灣物價通膨啊 你物價通膨 你不用4萬塊換一塊 怎麼穩定經濟 欸 他講的沒有錯啊 有道理啊 可是 我當時 還沒考軍手 我沒辦法回答他 我現在可以回答他 中華民國國民黨跟中華人民國共產黨在 這個時期在 國共內戰 自家兄弟在 中國在打仗 打仗要不要錢 要不要物資 剛好 接管台灣 將台灣所有的物資 搜刮一空 運去支柱他的國共內戰 請問物價會不會通膨 不通膨才怪 惡性通膨 然後再用他沒有用的新台幣跟你4萬塊換一塊 公然搶奪 公然搶奪人民的財產 當時日治時期 吃得飽 穿得暖的景象 在這個時刻 全部一大堆人 餓死街頭 你有看過紀錄片 你就會知道 用腳踏車 載著一疊一疊的鈔票 沒錢 換一塊 惡性的物價通膨 乘以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大權及一聲 嚴重的官僚作風貪污問題 反正你們都沒有槍嘛 我就用極權統治你們 沒有人會幫你們 日本天皇都自身難保了 激盡的欺負本土台灣人 然後經過白色恐怖跟戒嚴時期之後 他還有臉說台灣跟澎湖是他的 過分吧 很過分 這就是台灣人悲慘的命運 我們的歷史 本土台灣人自己一定要知道 228事件 終於啊 國共內戰打贏還打數 中華民國 1949年10月1號 中華民國於國共內戰戰敗 在這一刻他成為了流亡政府 當一個政府被趕出他的首都南京的時候 他離開他的領土的時候 在這一刻他就成為了流亡政府 所以中華民國流亡在台北 他流亡在台灣耶 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這就是流亡政府的由來 他要回復為正常的國家 可以請回到他的首都南京 回到他的領土 故有領土唱就可以 美國知不知道 知道 美國你說 美國你是我們的主要戰勝國 台灣都已經被人家欺負成這樣了 你有這個義務要保護我們啊 你為什麼不站出來說一句話 美國說 有啦有想幫你們 可是 好死不死的 發生了 1950年6月25號 韓戰爆發 美國當時啊 他也沒有想過喔 你真正很落差耶 中華民國還會打敗 然後變成流亡政府 然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收留你 剩下台灣 台灣當時無阻嘛 日本天皇剛戰敗 自身難保 讓你暫時留在台灣 為什麼 自顧不暇 韓戰爆發 他要把你趕走也不是 不趕走也不是 因為他沒有力量再來管台灣喔 然後因為 韓戰爆發他要反共 中華民國當時跟他的立場是不是一樣的 中華民國當時的立場跟美國是不是一樣的 因此 美國為了反共犧牲了誰 台灣 沒辦法啊 爆發啊 我要反共啊 我沒有辦法再管台灣 而且我不能把台灣這麼重要的一個軍事基地 這麼重要的一個枢紐位置的一個地理位置的台灣 讓給 有可能會變成中國的 不行 要跟他同樣立場的 當時啊 放眼望去 好像也只剩下 蔣介石集團 因為這樣犧牲了台灣幾年 70年了 很久耶 可是 1952年的4月28 舊金山和平條約簽訂的時候 還好美國已經知道了這些事情 他知道台灣跟澎湖絕對不能夠讓給中國 包括中華民國 所以簽訂這一條條約的時候 就是我朋友問我的那個 欸你們合約的第二條不是已經聲明 日本承認朝鮮獨立放棄台灣澎湖的主權權利了嗎 啊為什麼還說是屬於日本天皇的日暑美戰 因為日本天皇的領土主權並未放棄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 現在啊 這個地主有沒有 我現在在站的這個教室的這個地主 他當初跟我講說這個教室要給我用 他沒辦法管 他沒辦法管 要給我用 我就拿到胸口 然後啊 經過了齁這麼多年之後齁 我告訴你 這一個教室是我的 對不對 為什麼 地主從來沒看過他咧 我都用那麼久了是我的啊 他說他沒辦法管啊 對喔 因為沒有土地權壯 土地權壯在誰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那我要放火燒這個教室放火燒這一塊地可不可以 不行耶 這個地主是不是有權力他要來關心 我在這塊土地上幹嘛 所以日本天皇對台灣有殘留的主權義務 他有義務要來關心台灣的人民 但是他當時放棄的是管轄權 所以領土主權並未放棄 土地權壯剛剛講了 下官條約簽訂之後 沒有包括就金山和平條約 沒有任何一個條約 有在簽訂土地權壯 將台灣跟澎湖給隔讓出去 所以土地權壯還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他當時只是放棄了管轄權 這樣了解了嗎 主權權利跟主權義務呢 在法理上稍微有一點點的深奧 可是大致上的意思是這樣 要了解的深透一點 請讀 新台灣論 這樣大概可以了解 但是有人問 三個公報 三個公報不是都說 台灣跟澎湖是中國的嗎 開羅宣言波茲坦公告日本詳書 包括中華民國都說 依照波茲坦公告 台灣跟澎湖是他的啊 這是什麼 單方面的宣言喔 什麼叫單方面的宣言 打仗的時候小朋友在吵架 他們三個都說這個球是他們的啦 這一個喔 穿紅衣服的小孩說這個球要還給這個妹妹 這個綠色的說這個球也要還給這個妹妹 然後這個妹妹說這個球要還給別人 反正他們都說這個球要還給中國 然後呢這個球的發票在我的口袋 那球是誰的 我的啊 欸 球是我的的了 我買的了 他三個 三個完結完結成這樣 靠成這樣 那球是我的啊 我買的 在我的口袋裡面 土地權狀在誰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所有的公告宣言都不是正式的條約 有沒有簽土地權狀割讓給他們 沒有 打仗的時候說 台灣跟澎湖要還給中國 可是有沒有簽訂條約 沒有 所以 可以生效嗎 不行齁 正式的條約只有 一個下官條約跟 舊金山和平條約 都沒有再將台灣跟澎湖給割讓出去 那了解了嗎 所以有一個觀念喔 講個故事給大家聽 跳蚤齁齁 我覺得 我們台灣人就像跳蚤一樣 很厲害耶 跳蚤它可以比跳自己身高還要高一百個倍 是全世界跳得最高的動物 這樣有厲害嗎 有厲害齁齁 然後我們對跳蚤做一個實驗 我們拿一個蓋子把跳蚤蓋住 然後你拍桌子的時候它會幹嘛 它會跳 它跳得很高啊 你拿一個蓋子把它蓋住 它會撞到 撞到玻璃對不對 那你再拍 多跳個幾次之後 跳蚤聰不聰明 聰明齁 它為了不撞到玻璃 它就跳矮一點 這樣有聰明嗎 然後你就把玻璃拿起來 再換矮一點的 你再拍 還要撞到對不對 然後你再多拍幾次齁 它又跳低一點 這樣不會撞到 有聰明齁 你就把玻璃換到最接近桌面的時候 你再拍 我跟它講 它跳不起來 它用爬的 我不跳了我用爬的 然後你再拍 它就用爬的齁 它 它 從此就變成爬爬 爬爬齁 不是跳爬了齁 它就不跳了 這樣有聰明齁 這樣有聰明齁 台灣人齁 現在大部分都是爬爬的 為什麼 自我設限 都已經沒有蓋子了你知道嗎 已經沒有蓋子了 當時 中華民國從 228事件 白色恐怖 用蓋子把你蓋蓋蓋 蓋到現在 嚇到啊 有沒有聽說過政治很黑暗 政治不是黑暗 是因為齁 為了不要讓你們奔土台灣人參與 所以跟你們講很黑暗 那真的很黑暗嗎 被他們弄得很黑暗啊 沒有錢就官商勾結一下 挖挖馬路有沒有 真的很黑暗嗎 貪污 台灣民政府貪污 唯一死刑 好不好 杜絕貪污 好不好 還給台灣人齁 一個清廉的政府 不要自我設限齁 現在 當人家跟你講些什麼 台灣民政府告訴你 欸台灣人以後啊 有可能那個南海石油齁 開採之後 我們可以戴那個阿拉伯的帽子 變成阿拉伯石油王國 你敢相信 欸不要笑了 要相信 不要相信 我們的未來 是不可能的 人因夢想而偉大 為什麼不能開採 美國不採 日本不採 中國不採 為什麼 台灣國際地位未定論 等台灣國際地位定論的時候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不要想說不可能 台灣人以後半齁 台灣民政府執政 會很好 每個人生活都可以過很好 我們不用再花幾兆 每年花這麼多的錢去跟美國買軍購 美國要保護我們國防 這樣有夠嗎 有夠喔 這樣有開心啊 聽到錢就開心啊 所以不要自我設限喔 終於有人知道這個事實 2006年的時候 10月24日 台灣平民林志森 帶領228名228事件受難家屬去提告美國政府 有看過我們的秘書長林志森對不對 看起來就很有智慧 對吧 他呢當時怎麼發現底 他關在一個小小的房間裡面喔 然後啊幾乎快半年都吃那個罐頭 然後齁都足不出戶 讀那個齁 堆起來跟那個比人還要高的那個歷史原文書 國際戰爭法 萬國公法 從裡面找出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 所以這個時候去提告美國政府 結果咧 2008年3月18 美國華府聯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灣人無國及people of Taiwan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 嫁給了一個飛翁 我生了一個小朋友 請問我的小朋友是誰 我的小朋友是 小飛翁 對 我的小朋友就變成了小飛翁 不是台灣人耶 這樣有恐怖嗎 因為台灣人無國籍 為什麼台灣人無國籍 中華民國是個流亡政府 他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所以台灣人沒有國籍 所以台灣人沒有國籍 people of Taiwan 有沒有突然覺得跟自己很有關係 不要隨便娶 國外的人 現在叫他日志實在的惠吉騰本 都掉出來看一下 很可怕 2009年4月7號 又判決 台灣人無國籍承認的政府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獵獄當中 無國籍承認的政府大家都知道啦 我們不能入聯 不能公投 不能什麼什麼 不是中國打壓耶 是本土台灣人 台灣 就是一個不正常 的國家 所以沒有國籍承認的政府 生活在政治獵獄 大家剛剛有看到你們的那一張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有沒有生活在政治獵獄 你們所有的人都有計畫性的 被排除在公家機關之外 有沒有生活在政治獵獄 一切的東西都是他說了算 有沒有生活在政治獵獄 公然搶奪你們人民的財產 拿你們的納稅人的錢 去做他的事情 沒有生活在政治獵獵 我們很乖耶 叫你六歲你就六歲 那歲金喔 不用叫給他 有過分啦齁 2009年7月8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齁 這是首次我們向征服者美國 依照國際法戰爭法 究竟向和平條約及美國憲法提出高數 結果呢 告贏了沒有 有沒有告贏 放棄抗辯權 好啦 你們說的都是事實 我放棄抗辯權 這樣有贏了齁 有贏了對不對 贏了還不趕快把正權還給我們台灣人 你在做什麼 做什麼 擱置本案代審 2009年10月5號 擱置本案代審 你放棄抗辯權了 我們打贏官司了 為什麼還要擱置本案代審 趕快把政權還給我們本土台灣人 對不對 美國說齁 好啊 我把中華民國趕出台灣請問 你們誰要來接掌政權啊 你有沒有政務官 事務官 有沒有公務員啊 沒有嘛 喔台灣總不能放空城吧 美國說 我給你一個條件齁 很公平 當時中華民國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時候 台灣當時是600萬人民喔 他帶1000名的公務人員 台灣現在是2400萬人民 一比六 四比 二十四 這樣有公平啊 有比例嘛 所以 四千名公務人員就是現在在場的各位坐在這裡的原因 最起碼 他最低要求嘛 他也沒有自己拼啊 四千名公務人員 所以 我們在今年的 二月二十八 我們再次跟美國提出第二次的告訴 告訴他 把政權還給我們 我們達到了 我們差不多達到四千名 我們三月十二的時候 在美國開的記者會 大家知道嗎 對 那時候呢 就是我們在美國召開一個記者會 第二次的控美案齁 所以 今年即將執政 現在的腳步跟速度是非常的快速的 已經 各自本案已經幾年了喔 拿出來再審了 這就是各位現在坐在這裡的原因喔 所以 2011年 我們通過了公民權利法案 這一張身份證在今年的1月1號 已經全球194個國家都通用了齁 身份證拿到的時候齁 出去玩玩齁 去美國白宮也可以買了齁 出國齁都可以用齁 真的 拿起來這樣子看還有12道防偽晶片 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喔 去郵局 用中華民國的那個讀卡機讀進去 還可以讀到我們的資料呢 神奇嗎 我們的童星拿著我們的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去郵局領包裹 然後他說我沒有 我沒有你們中華民國的那個身份證 我只有這一張 我就是只有這一張 然後 他就拿來他就擦在裡面 要可以躺著 裡面有資料 不要懷疑喔 沒有辦的趕快去申辦 這一張身份證 所以我剛剛是不是有問 自己來的請舉手有沒有 我們已經齁在蘋果日報 聯合報 中國時報 電子版 你們首頁都會看得到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齁 我們的這個齁 廣告 已經跟以前不一樣了 以前齁要看個廣告齁 媒體不會讓你看啦 現在局勢不同了 搶著看齁 這個 非常的厲害齁 你都可以去跟大家講齁 打網路上去就有了 有沒有看到 這是我們台中州啦 自由時報齁 台中州千人見走 走出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有沒有 然後這個 訪問的這個七年級的女生 就剛好是我啦 就剛好是我 他就講說種種猜疑齁 還被媽媽逼進去有沒有 故事剛剛講過了 所以 這就是台中州的大遊行 那天人很多了喔 正面報導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只是在於你知不知道 會不會看報導 會不會看新聞 教你們怎麼看好不好 中華民國並不等於台灣 以假亂稱欺騙台灣人70年 封鎖控制台灣的媒體 有沒有封鎖控制 現在大家都會說有 以前大家都會說 欸你們台灣民政府 為什麼不打廣告 欸 不是我們不打廣告 現在 記者訪問 我們私底下聊 都直接跟你講了 我們上頭有人 有時候來訪問你們喔 我們的稿都寫好了 我們只是來給你們造個像而已 你們講什麼都不是重點 他們都已經擬好了稿 要怎麼寫 早就都寫好了 只是來給你照照相回去 放上去 就爆出來了 請問會是真的嗎 不會齁 啊上面的人聽誰的話 都是在台灣管理當局是誰 中華民國的管理下喔 大家知道北韓嗎 我們在看北韓有沒有覺得很誇張 北韓的人民是不是整個都被封鎖的 控制的很可怕 欸 我們身為台灣人 我們覺得我們很開明很文明 其實我們也被蒙蔽了很久了 我們都不知道 你去國外旅遊的時候喔 去美國 你會不會去查 228的歷史紀錄片 不會嘛 算就不會好啊 我又去查 228的歷史紀錄片 可是台灣查不到的 美國看得到呢 請問台灣有沒有被封鎖 有喔 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很多歷史真相都被蒙蔽了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捏造台灣的歷史真相 這根本就不用講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造勢選舉 當你拿著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去投他的總統議員 市長的時候 就代表你要做他的中華民國的國民 你要不要 你要做他的人嗎 他現在沒有領土欸 他領土很少欸 知道是哪裡嗎 金門馬祖 再加一個中國的平坦嗎 台灣是個寶島對不對 怎麼不要聊在台灣 中華民國流亡體制內的政黨有誰 國民黨 民進黨 親民黨 台聯 什麼黨 民國黨 講出來全部的黨派都在 中華民國體制下 民進黨登記什麼 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 前面是什麼 中華民國 他有辦法脫離嗎 沒辦法 有辦法救台灣嗎 不可能 除非你完全的跳脫 中華民國齁 前一兩天內政部開會齁 針對台灣民政府的問題在開會 因為他們已經收到公文了 美國寄給他的法院公文齁 你要來答辯 他們已經有答辯了 在五月底的時候 六月十七的時候 即將是我們台灣民政府會在反答辯的時候 所以 在這樣的局勢下齁 內政部開會齁 針對台灣民政府想說 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 垂死掙扎來打壓我們一下 你想 絕對不可能嗎 他說我們的台灣民政府的身分證是依照他們那個中華民國的憲法所製成的 好好笑 然後我們的法源是什麼 我們是依照萬國公法國際戰爭法跟究竟三和平條約嘛 然後美國軍事政府協助下 所製成的 所製成的嘛 放我們訪問啊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發言人 反問他 請問你們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的法源是什麼 咦 大家應該想想一想 好像回答不出來齁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的法源是什麼 你依據什麼來核發給我們 你依據什麼來核發給我們 一道行政命令 一講出來馬上齁就破功了有沒有 犯法的 違法的 沒有法源咧 還敢問我們 他換我們反問他齁 你的法源是什麼 所以體制內的政黨 都是政黨 我們台灣民政府不是政黨 不是團體 不是黨派 我們是一個 政府 內政不開會間接承認 現在是雙政府的時代了齁 包括蔡英文 她有出過一本書大家知道嗎 建國一百年流亡六十年 當時中華民國流亡台灣六十年 戰後台灣國際的處境 新書發表 蔡英文流亡政府說 有看過這本書嗎 沒有齁 知道這件事情嗎 有在關心政治的都知道齁 都知道齁 都知道齁蔡英文 都知道是流亡政府 可是她走不出來齁 因為她登記的是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齁 因為她登記的是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齁 蔡英文流亡政府說齁 大家大概都知道齁 所以啊 我有時候看到這個之後 我就會覺得我自己很好笑齁 原來政治能感真的這麼能感耶 喔 新聞都在報那個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我還那時候去到 舊辦公室才第一次聽到流亡政府 這四個字耶 原來我這麼不關心台灣 這麼不愛台灣 我那時候才知道 現在齁 才看到原來新聞早就有這些新聞了 其實是我不知道而已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齁 中華民國到現在還在騙 新聞都有報齁 那為什麼本土台灣人會看不懂齁 對不對 當台灣民政府去告訴你的時候 你還會覺得不懂嗎 電視都在報齁 媒體都在講 有沒有在出賣台灣 有時候你看一些報導 你不會有太大的親身的感覺 可是齁 發生在我自己身上 就有一個小小的事實齁 有一天我的姐姐就跟我講 妹 我跟妳講齁 我們公司齁 快倒閉了 我說為什麼 因為啊 快被中華民國弄倒了 我說齁 我們做人要有良心齁 雖然齁 在台灣民政府 但是我們不要這麼偏激 我沒有偏激 我有證據 什麼證據 我姐的公司是在賣這個 投影布幕的 器材的 然後這個器材齁 一般來講都會跟什麼 學校配合 公家機關配合 那公家機關學校 他們一年都會有一些預算 來去採買嘛 從一開始的一萬多 變成七千多 再來現在變四千多 請問四千多 我姐的公司是台灣的廠商齁 買不買得起啊 買去 沒辦法賣齁 沒辦法賣齁 那他可以跟誰買 學校可以跟誰買 學校可以跟誰買 淘寶網 有沒有 跟誰買 中國買 請問他們拿去買這些器材的錢 是誰的錢 大家納稅人的錢 然後跟誰買 跟中國買 你們的錢有沒有變相的流去中國 有沒有 台灣為什麼會窮 政策 我們都沒有想過說 大大小小的政策都關係著我們 大大小小企業的生計耶 就這樣 有沒有很親生的感覺了 有沒有 從大政策到小政策 影響著在場的每一個人的薪水 你還敢相信現在的生活 你所看到的是真相嗎 有沒有看過這個圖 這個是不是代表我們參加大大小小的奧運 有沒有 代表台灣 請問上面有沒有台灣兩個字 Chinese Taipei 沒有台灣兩個字 他還可以代表我們參加大大小小的奧運 我們都沒有感覺 有沒有 中華民國要離開台灣了 有什麼證據 太多證據了只是我們都不會看而已 裁軍行政院廢止案平潭島建設國共和解 裁軍 為什麼要裁軍 一個正常的國家要不要國防 他要軍隊保護他的國家吧 那為什麼要裁軍 那為什麼要裁軍 因為 美國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們讓人發言 你要走啊 所以說 你因為你是一個流亡政府 你只能擁有自衛隊12萬人以下 如果你超過12萬人以上 你在國際間就被稱為恐怖組織 所以 不好意思 請裁軍 請減少到12萬人以下 因為 他即將離開台灣 為什麼要裁軍 為什麼要裁軍 這樣會看的嗎 行政院廢止案 你打下去 他不是一條 不是兩條 是啪啪啪一堆 這麼多的行政院廢止案 一個正常的國家 為什麼要廢止這些條例 你隨便點一條進去喔 中華民國廢止國防部軍醫組織條例 馬英九將一化 還不止 這只是隨便的其中一小條而已 一個正常的國家 這些條例都是必備需要的喔 為什麼要廢止 因為要走啊 這網路上都查得到 都可以去查 廢止案喔 很多啊 一堆的 現在越來越多 政治台灣創造的是一連串的假象 你會不會看 很可怕啊 從現在開始 突然有沒有覺得自己好像會看新聞呢 稍微會看一點點的真相 在幫你們洗腦的同時喔 你要知道說自己看到的是什麼 這個是哪裡 有水嗎 平潭島的建設 建設台灣到現在都還在何能爐啊 建設他自己要撤退的家鄉 風力發電 純天然 科技 高科技拿誰的錢去蓋 台灣人的納稅錢去蓋 那蓋什麼 想要複製一個台灣 平潭島建設 他原本是一個小小的漁村 兩三年間要發展成那樣 蓋台灣喔 沒事喔 沒錢喔 就在那個路上挖挖馬路有沒有 蓋自己的家鄉拿命蓋耶 有貴婚嗎 這個新聞看到的時候喔 我就問我爸 我爸呢他是一個政治狂熱者 政治狂熱者 政治狂熱者我跟他講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他不想想喔 但是 他很強喔 他看很多的那個政論節目 所以說他很會說耶 很會變耶 然後但是懂得還比我多喔 結果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就說爸我問你喔 請問 台灣人為什麼可以去中國當官 看到新聞的時候我說為什麼台灣人新聞在報 台灣人可以去中國的平坦當官耶 為什麼 為什麼啊 結果我爸怎麼回答我 我也不知道 這樣我有贏了嗎 贏了 所以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因為國共和解才會有這種事情的發生 台灣人跟中國完全是不同的兩個世界 不是同樣的國家 怎麼可能台灣人可以去中國當官 是因為中華民國的人可以去那裡當官 中華民國國民黨跟中華人民國共產黨 國共和解 自家兄弟的和解 他們要撤退到平坦島去 當然也可以去那裡當官 那了解嗎 所以撤退喔 我們要看得懂 迷失的台灣現在怎麼了 不怎麼了就是大家都不知道齁 一切都懵懵懂懂喔 也沒有人關心過真正的台灣國際地位 就跟我當初一樣 70年來啦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煉獄 知不知道那時候越南大暴動 知道齁新聞很大有沒有 越南大暴動的時候啊 中華民國怎麼保護我們台上 發一個貼子讓你貼在胸口 告訴大家說 我是台灣人 這樣子我保護你 中華民國只能做到這樣 發一個貼子給你 告訴說齁 我是台灣人 他是個流亡政府 他沒有任何的 力量可以保護台灣的人民 那大家看到這個是什麼 太陽花學運 有沒有 反服貌 我們齁 有一期的學員 他來上課 然後太陽花學運的學生 我就問他說 你當初去反服貌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過條款 沒有耶 那請問你反什麼 我也不知道耶 我就去抗爭愛台灣啊 那請問你知道服貌裡面啊 EGFA裡面啊 條文從頭到尾都沒有台灣兩個字 好笑喔 那你愛什麼台灣 人家國共和解簽的案 你在抗議什麼 這樣有可能嗎 還衝倒在地上 服貌EGFA從頭到尾都沒有台灣齁 人家的國共和解案我們在抗議 所以這就是我們不會看新聞 現在會不會看呢 要會解讀齁 跟台灣有沒有關係 要最起碼要知道跟台灣有沒有關係 2015年是台灣中央的政治年喔 秘書長有講 在今年我們即將執政 現在進來的各位同心 他都說 現在你們有福報的 丁世人有修好運有拜拜 這個時候進來 不用像你看我們中央志工 很多人在台灣民政府都打拼了幾年 但是只要幾個月 你們即將見證台灣歷史性轉變的一刻 有沒有覺得自己很幸運 不用像人家辛苦這麼多年 革命這麼多年 在今年你即將可以參與到台灣歷史性的一刻 會感動的 這個是什麼 這一次喔 五月份的時候他們去日本的時候 去幫我拍下水道 為什麼要幫我拍下水道的蓋子 因為我每一堂課都會講到 我都會講到齁 以後啊 你們知道台灣 你要想 什麼時候要為台灣做一點事情 你有想過今天 人的一輩子喔 你可以為本土的台灣的這個社會 做一點點有意義有貢獻的事情 你想有可能 你會覺得自己的力量很渺小 可是今天在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我覺得他讓我們有一個機會 可以來為台灣做一點點有意義跟有貢獻的事情 你想 親近的土石流 巴巴風災 如果以後我們不要再官商勾結 不要因為財團給我們錢 我們就讓他繼續蓋好不好 不要水土保持的時候 已經工業區已經蓋到的荒廢在那裡沒有再用了 然後財團再跟我們講 在拿錢給我們歐洗的時候 我們又讓他再蓋 把水土保持去 再拿來再蓋工業區 不要這樣好不好 台灣以後回復成 美麗之島好不好 我們台灣的那個下水道 這是人家日本的下水道有水嗎 你看人家的排水孔有水嗎 而且都坐在什麼 人行道上 不要坐在馬路上 這樣騎機車的時候 就不會回到庫拉的跌倒好不好 我們以後是不是可以改這樣 不錯吧 交給國土交通省好不好 規劃 真正來為本土台灣去做一些有意義跟有貢獻的事情 是不是很好 這個是 只要我們有這樣的信念跟這樣的希望 當你改變 使命感 然後將台灣的歷史導正的時候 你就會有這樣的共同的信念 只要你的觀念改變行為改變 我們就可以見證歷史的這一刻 我們一起為台灣加油好不好 有沒有信心 即將執政 大家一起趕快過五關 一起來為台灣人服務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